觀眾朋友大家好 現在由中家衛為你報導新聞 首先是新聞提要 詳細內容 美國海軍的MQ-4C 海神無人偵察機 和美國空軍的RQ-4 全球英高空無人偵察機 今年夏天將臨時部署到日本 加強美日的地區情報 監視偵查活動能力 以應對中共日益頻繁的海上威脅 帶來的日本周圍日益嚴峻的安全環境 日本防衛省表示 這些原本住房在關島基地的無人機 將於5月下半個月抵達日本 而去年1月 新部署在關島的MQ-4C無人機 能力和RQ-4類似 但專門用於海上監視 日本方面表示 這次部署將表明 美國對日本防務的承諾 並且鑑於周邊國家 日益活躍的海上活動 通過加強對日本周邊海上監視能力 將有利於日本的安全 近來 日本多次譴責中共 2021年2月1日實施的中國海警法 不符合國際法 它的適用海域 和海警的武器使用權限都很模糊 中國海警局船隻 在占國豬島附近行動 並駛入日本領海造成威脅 美國空軍第五航空軍發言人 雅倫西亞上位 Andrea Valencia 也證實日方消息 指出在颱風季節下 關東地區的天氣更加有利 因此RQ-4無人機 將從關島安德森空軍基地 轉移部署到日本橫田空軍基地 雅倫西亞強調 此舉確保美日雙方 在自由開放 挑戰日益增加的印太地區 能共同進行持續的偵察行動 該偵察機製造商 諾斯洛普 格魯曼公司 Northrop Grumman的資料顯示 RQ-4全球英 可以在6萬英尺的高空飛行 偵查半徑超過340英里 美國軍方媒體《星條旗報》 Stars and Stripes 報導 全球英確切偵察範圍是保密的 但在朝鮮非軍事區附近 飛行的全球英偵察機 偵察範圍可達中朝邊界的鴨綠缸 另外 格魯曼公司製造的MQ-4C海神偵察機 可以探測、跟蹤、分類和識別海上的船隻 並可以在空中停留超過24小時 一家中資公司準備在美國德薩斯州 興建封電場遇到阻力 這個在美國軍事基地附近的項目 被認為是中共的特洛伊木馬 該州議員正在努力 通過立法阻止這個項目 以防止中共威脅美國的關鍵基礎設施安全 美國之音5月15日報導 2015年 一家名為GH美國能源 GH America Energy的公司 在德薩斯州 瓦爾佛德縣 Valverde County 購買了14萬英元左右的土地 打算建設一家藍山風電場 但這個項目 從宣布開始就飽受爭議 因為距離美國盧夫林空軍基地 Loughlin Air Force Base 不足70英里 而這裏卻是美國最大的飛行員訓練基地 GH美國能源 具有中共軍方背景 是中國上市公司 廣衛能源的子公司 而該公司的老闆 是人稱新疆首富的孫廣信 畢業於西安陸軍學院 在中共軍隊服役近10年 退伍後經商 並擔任新疆自治區 政協常委等職務 德薩斯州參議員 Donna-坎貝爾 Donna-Campbell 是反對藍山風電場項目的領導者之一 她說 當你深入觀察這個項目時 就會覺得它更像是德諾伊木馬 該項目打算建造700英尺高的風力渦輪機 比正常的風力渦輪機高出2、300英尺 此外 還計劃在風電場附近 修建1萬英尺的跑道 但可疑的是 這個風電項目選擇的地點 是一個不怎麼有風的地方 2020年7月 德薩斯州聯邦參議員 約翰·科林 John Corning 和泰克·高魯茲 Ted Cruz 以及時任眾議員 威爾·克德 Will Hurd 聯名指信當時的財政部長 武奴欽 Steven Mnuchin 對藍山風電場項目 提出了類似擔憂 他們指出 盧夫林空軍基地 是美國的世界級空軍飛行員訓練場 其中很多人 是未來的F-35 和B-21飛行員 一個和中共有關係的項目 如此接近飛行員訓練地區 會威脅到美國的競爭優勢 和國家安全 另外 對藍山風電場的另一個擔憂 是基礎設施的安全 一旦藍山風電場堅成 將連結德州電網 那是美國三大電網之一 中共有機會接觸到 美國重要電網的科技 數據和軟硬件 將給中共黑客 對美國電網發動網絡攻擊 提供機會 由於負責審查外國投資 對美國國家安全影響的聯邦機構 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 CFIUS 在2020年 為藍山風電場項目亮起了綠燈 德薩斯州的立法者們 決定從週一級層面上 阻止這個項目 當拿·坎貝爾參議員提出了 《孤星基礎設施保護法案》 Longestar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Act 禁止中共、俄羅斯、伊朗、朝鮮等敵對國家的公司 涉足德州的關鍵基礎設施 其中包括不允許這些外國公司 投資或參與建造 德州的關鍵基礎設施 不允許他們收購當地的關鍵基礎設施企業 也不允許這些公司的項目 連接上該州的關鍵基礎設施等等 這項法案4月份在德薩斯州參議院 獲得一致通過 目前正在州眾議院接受審議 坎貝爾也呼籲其他州採取行動 保護自己的關鍵基礎設施安全 看看自己州裡面正在發生的事情 據耶路撒冷郵報週六報導 以色列國防軍當日晚間發布了一段動畫視頻 提供了哈馬斯被稱為地鐵的地下隧道網絡的內部情況 週四晚間 以色列空軍在對加沙地大的一次大規模攻擊中 摧毀了該地下隧道網絡 這次以巴衝突 以色列展示出四個經典高級戰術 一個是鐵窮反火箭系統 無論是射程幾公里的土火箭 還是射程200公里的高檔貨重型火箭 無論是單發射擊 還是飽和打擊 都能夠保持90%的攔截精度 第二個是以色列空軍和無人機打火箭炮的能力 72小時摧毀哈馬斯600個軍事目標 第三個就是以色列對數十名哈馬斯指揮官的定點清除 讓外界印象深刻 第四個發生於5月14日 以色列的戰術期高一着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日凌晨 以色列軍隊突然對外宣布 以色列地面部隊正在向加沙地帶發動進攻 而以方彈黑炮也確實開始砲擊加沙地區的哈馬斯目標 以色列還表示 超過9,000名以色列預備役已經被動員起來 將會參加戰鬥 所有跡象都指向以色列軍隊要大舉進攻加沙地區 並收拾和摧毀哈馬斯的火箭炮等等軍事目標 所有以色列媒體也配合發出警報 在以方營造的這種聲勢下 大批哈馬斯人員把大批火箭彈和火箭炮 全部收藏入地道當中 躲避以色列地面部隊的打擊 自從2009年以色列大規模進攻加沙之後 哈馬斯開始大量挖掘通往以色列的地道 在加沙地區就挖掘了幾十條地道 並相互連接起來 這些地道隱藏著哈馬斯的火箭彈製造場 裝備維修場所 火箭彈發射場 指揮和控制中心等等 地道配有電力 通訊設備和通風系統 以色列通過監測地下震動的地震傳感器 來發現和定位哈馬斯地道 在哈馬斯隱藏入地道之後 媒體報道 以色列突然出動160架戰機 對加沙地區的地道進行了40分鐘高強度光炸 轉地彈、導彈和正確制度炸彈 一共450枚炸彈炸垮了加沙地區大批地道 有消息稱 在地道裏隱藏的哈馬斯士兵和火箭彈 以及其他武器損失慘重 大量地道跨塔 現在還不確定哈馬斯死亡人數 多少火箭炮和炸藥被壓垮在地道裏 但是在5月14日夜間 加沙的哈馬斯基本沒有任何還擊的動作 而以色列軍方說的大規模地面進擊 也根本沒有發生 有評論分析 如果哈馬斯武裝都分佈隱藏在居民區 以軍很難動手 還要作個通知附近居民 那是以軍使用戰術 將哈馬斯武裝和火箭部隊 壓入地道 全部消滅 有網友形容是 耗子棟女刑罵雷子 由於網絡攻擊 全美最大的輸油管道被迫關閉 造成近日全美多個油站出現供油短缺 不過 隨著輸油管在5月12日恢復供級 最困難的階段已經過去 美國能源部長珍妮花格蘭霍爾姆 Jennifer Granholm 5月14日表示 受影響的油站 有網在16日晚上之前恢復正常服務 格蘭霍爾姆表示 受網絡攻擊之後 13日晚上情況比較嚴重 14日晚 各油站的停溫量比最嚴重時下降了約12% 並且每小時約200個油站正在恢復正常 因此 在接下來的幾天中 各地油站將全面恢復正常供給 根據CNN報道 殖民地管道公司 Colonial Pipeline 在它的官方推文中稱 15日 書油管線已經恢復正常營運 該公司有5,500英里的石油輸送管道 目前正以每小時5英里的速度 向各地輸送燃油 5月7日 網路黑客封鎖了殖民地管道公司的電腦系統 並撒要相當於500萬美元的比特幣贖金 當時黑客並沒有控制書油管道的運行 不過該公司為防止惡意軟件 可能繼續襲擊工業生產的控制系統 緊急關閉了系統 加蘭霍爾姆在回應這次事件時說 這樣不但暴露了美國基礎設施中 網路安全的脆弱性 亦提醒公眾有關個人電腦的安全性 網路攻擊到處都在發生 她說 網路罪犯已經發展到雲端 和網路連接帶來的犯罪 所以我們要很小心 她還說 拜登這個星期已經簽署了一份 有關網路安全的行政命令 能源部和其他機構 正在努力保護關鍵基礎設施 5月14日晚間20時39分 湖北省武漢菜電區 餅山片區 武漢京開區 軍山片區 突發9級龍捲風襲擊 風速可達每秒23.9米 官方統計 截至15日4時30分 最少造成6人死亡 218人受傷 倒塌民房27戶85間 損壞民房130戶400間 塔式起重機兩座 臨時公棚8,000平方米 大陸的微博湧入不少網民熱議 說黑暗的龍捲風殺傷力太大了 難過 今年武漢極端反常天氣太多了 大家都要做好準備 保護好自己呀 以前真是以為龍捲風 離我們這邊很遙遠的事 沒想到最近蘇州武漢都遇上了 另外在15號 湖南、岳陽等多地出現大風、冰雹、暴雨天氣 東庭湖區普遍出現8級以上大風 岳陽縣中洲、馬塘等鄉鎮 15號晚 風力達EF1級龍捲風2級 就是12級 貴州則至5月以來 連續13天落冰雹 為歷史同期小見 這一節的新聞為你報導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贊、訂閱和分享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